今天我们来聊聊海洋中一场惊心动魄的入侵事件 这个入侵者席卷欧洲海域,进军南极大陆 以无法阻挡之势,改变着生态平衡 它披着螃蟹的外衣,却不是我们熟悉的普通螃蟹 而是一种更巨大,凶猛的甲壳动物 它就是帝王蟹 为什么说它每多繁殖一只,都是对地球环境的威胁 而我们每吃掉一只帝王蟹,都是在变相拯救世界 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只蟹中之王的崛起与隐患 帝王蟹这个名字听起来平平无奇 但这种生物的真实身份却颇令人意外 从分类上说,帝王蟹并不属于真正的螃蟹家族 而是石蟹科的一员,与寄居蟹有着渊源 简单来说,帝王蟹比我们熟知的螃蟹少了一对不足 普通螃蟹有四对步脚,横着行走 帝王蟹只有三对主要步脚,能够向前快速爬行 它的外形虽像极了螃蟹,但实际上只是披着螃蟹外衣的异类 这种生物体型庞大,成年的帝王蟹脚斩可达一公尺以上 体重长超过十公斤,堪称甲壳动物中的巨无霸 巨大的身躯配合粗壮有力的双翱 使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所到海域的顶级掠食者 正因如此,帝王蟹也被冠以蟹中之王的称号 主宰着它占领的生态区域 帝王蟹原本栖息于北太平洋的高纬度寒冷海域 例如白令海、厄祸刺客海、日本海等地 这些海域水温常年在摄氏2度到5度之间 最低不可低于约1.4度 如此严苛的温度条件 意味着帝王蟹难以在低纬度温暖海域存活 正因为此,帝王蟹并非全球海洋皆有 像中国近海这样水温较高的环境 原本就不适合帝王蟹的繁殖生长 我们今日市面上见到的帝王蟹 也全部是从寒冷地区进口而来 在北方寒海 帝王蟹繁衍生息了上千万年 其种群数量一直被当地的生态环境所约束 在原产地的浅海沿岸 幼小的帝王蟹虽然有丰富的浮游生物做食物 复杂的海床地形也有助于它们藏身 但同时,它们的天敌也众多 各种鱼类 章鱼乃至其他螃蟹 都爱把娇小的幼蟹当成美食 一只帝王蟹从卵孵化到长大成人 需要度过重重生存挑战 这种弱肉强食的天然筛选 使得帝王蟹在原产地并没有无限制的泛滥成灾 数量始终维持在生态平衡之中 然而,当人类将它引入一片全新的环境后 情况就完全改变了 20世纪60年代 苏联为了满足更多人的口腹之遇 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 将帝王蟹从远东的太平洋水域 引入欧洲北部的巴伦之海 巴伦之海位于北冰洋边缘 水温和纬度条件 与帝王蟹的原产地相似 苏联科学家和渔民原本期望 在这里养殖帝王蟹 以发展新的渔业 然而,他们未曾料到 自己打开了海洋生态的潘朵拉盒子 随着引进的帝王蟹 适应了巴伦之海 不断有个体 从养殖区、越狱、陶逸 进入茫茫大海 没有人能将逃出的帝王蟹一一捞回 大自然的剧本也就此改写 几十年之间 帝王蟹在陌生的北冰洋水域安家落户 而且过得出奇的滋润 在巴伦之海这片新天地 帝王蟹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绝佳发展机会 首先 这里几乎没有专门捕食帝王蟹的天敌 原本那些在帝王蟹幼年时 会大肆猎食他们的鱼类 甲壳类捕食者 在巴伦之海并不存在或数量极少 幼蟹的存活率因此大大提高 其次 巴伦之海食物丰富 各种鱼虾、贝类、海星、海胆遍布其间 对杂食性的帝王蟹而言 简直是自助餐般任其享用 再加上帝王蟹自身繁殖力极强 一只雌帝王蟹每年可产下数十万颗卵 帝王蟹族群于是呈指数时爆发 在短短几十年间 他们的足迹扩散到了挪威沿岸 甚至更远的北大西洋海域 挪威渔民惊奇地发现 一种从没见过的巨大螃蟹 占据了自家渔场 铺天盖地 多到数不清 有调查显示 截至2016年 巴伦之海的帝王蟹数量已超过五千万只 原本生机盎然的海底 在成群帝王蟹的翻角捕食下 变得光秃、贫瘠 有科学家用海洋荒漠来形容帝王蟹过境后的景象 对于突如其来的大批帝王蟹 欧洲各国的反应可谓复杂矛盾 在挪威这样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渔民们一方面为海里遍地的红色金矿而兴奋 但另一方面 他们也对帝王蟹带来的生态破坏感到恐惧 帝王蟹属于凶猛的掠食者 他们几乎什么都吃 不管是海胆、海星、贝类、蚌类、海参、还是小鱼 通通不放过 一对强有力的鳌族可以夹碎海胆和贝壳 轻易撕裂海星和海参 甚至连沉在海底的动物残骸也不放过 有记录显示 帝王蟹一旦咬住 猎物就绝不松熬 几秒钟内便将其撕碎吞食 当这样的捕食机器大规模繁殖时 其他生物几乎无路可逃 挪威本地许多底气物种 因帝王蟹的入侵而数量锐减 传统渔业资源 例如笔木鱼、龙虾等 也面临枯竭危机 挪威人担心 再这样下去 他们的峡湾里将无鱼可打 因此 挪威政府恨不得出动一切力量 把帝王蟹一网打尽 以免本国渔业和生态 遭到无可挽回的重创 帝王蟹入侵的足迹 并不止于挪威 近年来 在英国附近水域 也出现了帝王蟹的踪影 英国渔民出文这一消息时 内心同样五味杂陈 高兴的是 或许能靠捕捞帝王蟹 发一笔横彩 忧虑的是 帝王蟹的到来 仿佛让他们看到了 另一个物种入侵的阴影 当年北美灰松鼠 引入英伦后 导致当地本土的红松鼠 几近灭绝 如今 外来的帝王蟹 会不会让英国海域的本地物种重蹈覆辙 欧洲一些小渔村 甚至流传出 巨蟹怪物的传说 据说在漆黑的夜里 有渔民见到如同巨大蜘蛛般的帝王蟹 攀上码头岩壁 不足伸展 可达两公尺 巨熬一挥 就能加断鱼叉 吓得人们不敢靠近海岸 当然 这些夸张传闻的背后 反映的正是沿海居民 对帝王蟹肆虐的不安与恐惧 更令人担忧的是 帝王蟹的野心 似乎并不满足于北半球 随着地球气候变暖 南极海域的水温 也在缓慢上升 科学家发现 一旦南极近海的海水温度 接近帝王蟹可以忍受的下限 这些远方而来的入侵者 就有机会 侵入这片远古的生态净土 2011年 科考人员在南极半岛附近 深达850公尺的帕末海底盆地中 惊讶地发现 约100万只帝王蟹的踪迹 这意味着 帝王蟹已经成功跨越了 南极圈的门槛 在南极周边海域站稳了脚跟 如果他们继续向较浅的大陆架推进 后果将不堪设想 要知道 南极海底的生态环境 与其他海域截然不同 在那冰冷的深海 几乎没有大型掠食者 当地的无脊椎动物 更是千百万年未曾遭遇过 如帝王蟹般的掠食者 许多南极特有的海星 海胆和软体动物 由于缺乏天敌 它们的甲壳 或极刺演化的十分薄弱 一旦面对帝王蟹这种如狼似虎的入侵者 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一旦帝王蟹大量涌入南极大陆架 它们将像在北半球一样 横扫海底一切可食之物 给这片地球上最厚的纯净海洋 带来灾难性打击 而南极生态一旦遭受破坏 恢复起来将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 毕竟南极许多物种都是仅此一处的特有种 在其他地方找不到替代者来重新填补空缺 也正因为如此 帝王蟹与南极的蟹后 可谓史上最不幸的相遇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帝王蟹 这般难以阻挡的扩张势头 除了前面提到的天敌缺位和食物丰富之外 帝王蟹自身的一些特质 也让它在新环境中如虎添翼 首先 帝王蟹拥有强大的适应能力 严寒的海水对它而言不算什么难题 它可以在接近冰点的海水中正常生存和繁殖 帝王蟹的甲壳坚硬厚实 表面布满密密麻麻的尖刺 既能抵御恶劣环境和捕食者的攻击 又能让潜在的天敌一口咬下时刺得满嘴生疼 只好知难而退 在幽暗冰冷的海底世界 帝王蟹仿佛一辆披肩直锐的战车 攻守兼备 其次 帝王蟹异常狡猾敏锐 善于逃避捕捉 它拥有发达的复眼和灵敏的嗅觉器官 对水中的动静和气味变化极为敏感 一旦遇到危险 帝王蟹能迅雷不及掩耳地迅速爬走 让前来捕捉的渔民扑了空 许多资深的捕蟹人都表示 这些巨蟹非常精 稍有风吹草动 就会溜得无影无踪 有些帝王蟹 甚至学会在海底钻入沙中藏匿身形 让人难以发现它们的踪影 最后 帝王蟹激进疯狂的繁殖能力 和独特的族群策略 才是它能够纵横四海的最大本钱 一只此帝王蟹每年可产下 15万到40万颗卵 孵化出成千上万的小帝王蟹 这些幼蟹经常聚集成团 如同一只黑压压的婴儿蟹军团 铺满海底的岩石和海藻 群体生活能降低幼蟹被各个击破的风险 即便有鱼类或其他捕食者闯入蟹群 也只能叼走少数几只幼蟹 大部分的小家伙仍然安然无恙 而一旦度过脆弱的幼年期 成长为体型较大的青年帝王蟹后 海中几乎已没有什么天敌 能伤得了他们 成年帝王蟹除了人类之外 几乎无敌于世 他们的寿命可长达20至30年 在这漫长岁月里 每一对帝王蟹父母 都可能为地球新增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后代 族群规模呈爆炸时增长 我们明白了这些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帝王蟹在新环境里 会变得如此难以阻挡 简直像是为入侵繁殖而生的天然戾气 面对帝王蟹的猖獗扩张 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特别是在帝王蟹数量最为惊人的挪威 政府早已将帝王蟹列为必须严加控制的入侵物种 并鼓励渔民尽可能多地捕捞 挪威甚至与俄罗斯合作 开放更多海域供渔船捕蟹 试图联手遏制帝王蟹向外扩散 然而 想要真正剿灭帝王蟹谈何容易 首先 尽管帝王蟹在欧洲海域已经泛滥成灾 但并非所有地区的人们都愿意将这种怪物端上餐桌 对大多数欧洲消费者而言 他们平日更偏好牛排猪肉等传统肉食 对螃蟹并没有亚洲人那样的热爱 一时间 帝王蟹在欧洲本地陷入了供过于求的局面 海里的蟹那么多 欧洲人却吃不完它们 于是 大量捕获的帝王蟹 只好出口到对之趋之若鹜的亚洲市场 其中就包括嗜蟹如命的中国韬客们 也可以说 正因为有亚洲市场的强劲需求 挪威和俄罗斯的渔民 才更有动力去捕捞帝王蟹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帝王蟹 对当地生态的压力 然而 光有市场还不够 捕捞帝王蟹本身 也充满挑战和危险 与许多鱼类不同 帝王蟹栖息在近岸深海地区 往往必须将沉重的诱饵蟹龙 投入数百公尺深的海底 才能将其捕获 一个空蟹龙就重达200斤 收放全靠船员合力操作 非常吃力 而在风高浪急的北冰洋作业 捕蟹更是危机四伏 捕蟹季节通常在每年10月至11月 海上狂风可达时速130公里 掀起10公尺高的巨浪 渔船在浪风谷间颠簸 甲板湿滑如冰 捕蟹人员得冒着凛冽寒风 在甲板上斜力拉起沉重的蟹龙 稍有不慎 就可能被巨浪卷入冰冷刺骨的海水中 在那接近零度的海洋里 人体体温会急速流失 几分钟内就可能因失温而丧命 即便不落水 长时间与寒风海水搏斗 也常造成冻伤 肌肉拉伤等伤病 有统计指出 捕捞帝王蟹是全球死亡率 最高的捕鱼工作之一 在阿拉斯加 每十万名捕蟹船员中 平均就有三百多人命丧海上 由此可见 捕蟹虽看似只需布下蟹龙 坐等收成 实则是一项艰险至极的行当 正因为如此 捕蟹人的薪酬极高 而这些成本 最终都体现在帝王蟹的高昂售价上 此外 许多国家对帝王蟹的捕捞 都设有严格的配额和季节限制 以防止过度捕捞 对其他物种或环境 造成影响 例如 在挪威和俄罗斯 每年只有极短的几周时间 允许集中补蟹 而且对可补的帝王蟹尺寸 有严格规定 未达标的一律放生 借此确保帝王蟹资源的永续利用 这些限制固然有利于生态保护 但也意味着 帝王蟹的供应 不可能像便宜的飞鱼那样 无限制扩大 供给有限而需求殷切 价格自然居高不下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 那就是帝王蟹非常娇贵 活帝王蟹在运输途中 极易因环境变化而死亡 而一旦死掉 它的新鲜风味和经济价值 都会大打折扣 因此 从北极圈捕获帝王蟹 并空运到世界各地的餐桌 需要极为高效严密的冷链运输 成本可想而知 很多时候 帝王蟹干脆以冷冻加工形式出口 比如从遥远的南美洲智力洞藏运至中国 捕捞风险的高昂和运输成本的沉重 使得帝王蟹即便在数量泛滥的今天 依然是餐桌上价格不菲的奢侈海鲜 有趣的是 在网络上流传着一种说法 我们每吃掉一只帝王蟹 都是在变相拯救地球 乍听之下像玩笑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不无道理 帝王蟹作为入侵物种 以在北半球的多处海域造成生态灾难 未来甚至可能颠覆南极的脆弱海洋环境 要对付这样一个强大的生态杀手 目前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便是大量捕捞并加以食用 直接削减其数量 挪威政府甚至公开呼吁世界各地的时刻 多多享用帝王蟹 以拉动捕捞产业发展 抑制帝王蟹族群继续扩张 换言之 当韬客们大快朵頤之际 也客观上为保护当地生态出了一份力 然而 这种以美食之名拯救地球的美式 听着令人向往 实际操作起来 却没那么简单 帝王蟹虽然满坑满谷 但昂贵的价格 注定不可能成为日常消费品 就算您财力雄厚 天天以帝王蟹佐餐 身体恐怕也吃不消 毕竟帝王蟹的蟹黄 含有高浓度胆固醇 蟹肉则富含高蛋白和高氢磷物质 过量食用对健康并无益处 所以 尽管我们调侃 每吃一只帝王蟹都是在拯救世界 但这种拯救方式 终究只能是聊以慰藉的调侃 难以当真 展望未来 帝王蟹的入侵态势 依旧让生态学家和各国政府忧心忡忡 如果听之认知 帝王蟹很可能成为史上第一个成功称霸南极洲的外来物种 在地球海洋写下不可磨灭的一笔 想象某天 南极海底那宁静的天地 被红色帝王蟹军团覆盖 将是地球生态难以承受的梦魇 但人类并非无计可施 除了持续加强捕捞和国际合作控制帝王蟹外 科学家也在探索更多对策 例如引入帝王蟹可能的天敌 或者人工干预其繁殖周期等等 更重要的是全球携手遏制气候变暖趋势 因为只要海水温度止步不前 帝王蟹在南极就难以长驱直入 或许我们无法将帝王蟹重新局限在太平洋的故乡 但至少可以防止它们继续肆虐更广阔的海洋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场对抗入侵物种的战争中出一份力 无论是支持政府的管控措施 还是用实际行动多吃几口帝王蟹 为生态减负 当然 我们也需要时刻警醒 避免重蹈引入外来物种失控的覆辙 帝王蟹的故事告诫我们 人类一时的疏忽 往往可能引发自然链条上意想不到的震荡 一旦生态天平被打破 再高明的智慧 也难以将其复原 从北冰阳到南极洲 披着螃蟹外衣的帝王蟹 正以无可阻挡之势 上演着一出真实版的怪物入侵 这场故事里 有人类贪婪开启磨合的遗憾 也有大自然掠食者 横行无际的警示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当我们谈论帝王蟹时 不仅会想到味蕾上的鲜美 更会联想到 其背后 关乎生态存亡的较量 在保护地球与满足口腹之欲之间 人类需要寻找微妙的平衡 如今帝王蟹已经势不可挡 我们能否最终驾驭这位海洋霸主 答案还有待时间揭晓 而至少现在 如果你有机会品尝到 一口肥美的帝王蟹肉 也可以暗自欣慰 因为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你也为地球环境 尽了一份微薄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